大家好,我是Reco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來速談一下 《假命騎士》Gavu第9集的內容 和我目前的個人心得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本集來到萬聖節的單元 長征與性果正在幫孩子們發送糖果 不料發一發的長征就突然消失不見 消失的長征則是發覺原來萬聖節能夠在路上就能吃到許多的零食 因此他就也效仿小孩子們到處要糖果 而此時的半斗鎮苦惱者 自己片身後的照片也在網屋上被瘋傳 這讓他十分苦惱 但同時他也注意到了在旁邊練舞的兩位小女孩 他從其中一位女孩口中聽到 有關他們的舞蹈課同學離奇失蹤的故事 於是半斗想再多探聽消息 不料半斗剛向前就被兩位小女孩當成綁下飯 於是小女孩就立馬逃跑 無奈半斗只能邊跟路人檢視邊追的上去 而半斗在追趕的路途中意外的撞到一名甜點店店員 半斗只好趕緊幫對方收拾 店員也表示沒事 甚至問半斗要不要吃一塊他們的餅乾 半斗也只說了不用了謝謝 我不太吃甜食並且繼續追趕上去 而此時那位被追趕的女孩在路上遇到了長征 長征看到女孩先是問他你想要糖果嗎? 女孩原本很興奮 但卻又突然說我不喜歡吃零食 正當長征困惑時半斗再次追的上來 於是女孩只好繼續逃跑 不料女孩為了盡快逃離半斗 闖了紅燈差點被車撞 還好半斗即時攔下了她 半斗先是斥責女孩不該這樣亂跑 女孩也隨之道歉 但女孩道歉之後半斗才發覺 自己對女孩太兇了 突然被陌生人追是誰也會逃跑吧 半斗則向女孩解釋是自己太想要調查怪物的事了 女孩便反問半斗 你很喜歡怪物是嗎? 半斗則說不是 剛好相反,我很討厭他們 聽到這裡的女孩也開始願意和半斗多聊聊 女孩先是說到自己家的齊羅莉 而怪物的事和他們搬舞蹈很厲害的一個同學有關 但卻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她了 聽說在學校也都是請假 他們懷疑跟一個最近傳說有怪物的隧道有關 半斗則說她會去調查看看 女孩驚訝的問半斗 你不怕嗎?你不是很討厭他們嗎? 這樣會很危險的 半斗則說到我知道很危險 但遇到問題就是要把它解決啊 女孩聽完也說到 雖然我不是很懂 但這是你的目標吧 唯一有自己的目標 我想要成為偶像 為了成為偶像 我什麼都能做 就連我最喜歡吃的零食我也能不吃 也希望自己能像田村同學那樣厲害 半斗聽到這裡 先是詢問田村同學是失蹤的那位嗎? 並且詢問女孩舞蹈班可以參觀嗎? 女孩則說明天有課 所以能幫她問問看 而來到了隔天 半斗也來到了舞蹈教室 但這裡唯一可疑的人 就只有舞蹈老師而已 同時半斗也發覺 舞蹈老師故意額外將肚子給遮住 這讓她懷疑舞蹈老師就是怪人 而下課後半斗沒有繼續調查 而是發覺奇惟里情緒低落 先去關心她 奇惟里表示自己因為跳舞都跟不上 一直拖累其他人而感到沮喪 半斗則回答 那種自己怎麼做都比不上別人的感覺 我懂 奇惟里接著說 自己也在想 是不是該放棄算了 半斗立刻回答到 那就放棄啊 奇惟里驚訝的回答半斗 怎麼會這樣說 表示自己其實還不想放棄 半斗則說到 那就對啦 與其不停跟別人比 重點還是在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 自己有沒有真正在接近目標的才是最重要的 奇惟里重新的打起精神 並表示自己會繼續練舞 也邀請半斗明天去公園看她的練習成果 在這個時候 奇惟里的同學跑了過來 把老師剛剛上課發的餅乾給了奇惟里 奇惟里也開心的收下了 就在這個時候半斗發覺下班的老師打扮怪異 並且看似在尾隨自己的學生 半斗趕緊也跟了上去 同一時間 長征則開心地享受要來的糖果 第一次吃到棒棒糖的他讓他格外興奮 並且誕生出了棒棒糖的狗屈臭 正當他還沉浸在糖果的喜悅之中 特工出現 把他要來的糖果全部拿走 長征立馬追了上去 最終長征來到一間倉庫 這才發覺一切都是陷阱 原來是Shutter跟Jib設下的圈套 他們兩個向大哥Rango要到了一次機會 那就是親自把紅色Gavu給解決掉 藉此重回公司 現在的長征也不怕他們 於是變身展開作戰 不料一切都在Shutter跟Jib的計畫之中 他們在來之前就找了Niev 拿到了新的裝備 那就是能夠自動鎖定攻擊的武器 這個武器讓長征不論是變身成什麼型態 都沒辦法維持太久 因為一旦變身身上的鎧甲 不是被打碎就是直接融化 一度讓長征陷入苦戰 還好他想起了棒棒糖的狗屈臭 於是透過他變成了棒棒糖形態 幫棒糖的狗屈臭 帆帆堂的形態除了大隻以外也堅不可摧 這讓本來一面倒的局勢瞬間反轉過來 也讓虛大和Jib只能撤退 而另一邊的絆斗繼續尾隨舞蹈老師 正當學生即將走到那個傳說有怪物的隧道時 絆斗決定先下手為槍不讓老師有下手的機會 於是衝了上去並掀開老師的衣服 這才發覺老師根本不是怪人 原來老師只是肚子痛於是貼軟軟包來緩解 至於為什麼尾隨學生 老實則說就是知道自己的學生最近一世失蹤 所以他才想要保護學生的安全 就在此時隧道又傳出怪聲 一個小男孩即將被怪人給綁走 絆斗即時出現變身戰鬥 並且救下該名男孩 但絆斗最終沒能擊敗怪人反而讓他給跑了 絆斗的嘗試追捕卻沒有著落 但他在地上看見一個包裝紙 這讓他發覺這個包裝紙跟他白天撞到的甜點店店員 手中拿的是同一個包裝 絆斗意識過了一切可能都是那個人搞的鬼 於是趕緊前往甜點店 不料大王家店整間店卻消失了 只在地上看見一條看似移動過後的痕跡 同一時間齊羅雷一個人來到公園 有了一下還是將今天老師發的餅乾給吃掉了 但當他還在享受虧飛已久的味道時 怪人卻出現在他身後 並將他給綁走 本集完 本集依然屬於較為簡單的短篇故事 同時故事也還未正式結束 因此能談的有限 不過如同我先前影片說過的 虛塔跟Gip果然會馬上有所行動 但比較意外的是這次又是短暫就解決了 也讓人好奇 長征啥是會吃憋呢 而既然本集內容沒有太多的進展 那就剛好來聊一下最近周邊的資訊好了 首先蛋糕將會是Gavu的第一個強化型態 玩具的圖片也已經公開 發售是在11月底 沒意外該型態應該也會在那個時間登場 騎士的強化型態 往往發生在騎士遇到困境時 那是否代表長征將在接下來的幾集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 除了蛋糕強化型態外 根據萬代商品的發行表單來看 12月將迎來第三位騎士的到來 名稱為假面騎士Vaum 網路上有各種的猜測 但現在比較能肯定的 那大概就是這個騎士是用布丁勾取手作為變身 至於變身者是誰 我想應該不是先前許多人猜測的性果 我的想法是以目前的戰力來看 以目前的戰力來看 Gavu這邊光是現在兩位人手就很多了 如果現在再加一個同陣營的騎士 那麼光是展現好人這邊的內容 時間真的就要不夠用了 因此我比較偏向猜測這個騎士 可能會是新角色又或是反派那邊的成員變身的 但應該還是反派的成員比較有可能 畢竟目前的內容沒什麼新角色登場的跡象 同時反派目前也還沒有騎士 再加上Niev應該也透過觀察半斗的戰鬥 找到更多的靈感 先前Rengo說過會播更多預算 因此我會認為這個騎士極有可能就是反派方的 那麼你又是怎麼猜測接下來的劇情呢? 或是你覺得第三位騎士會是性果嗎? 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不要忘了按讚及訂閱 跟我們分享給你有興趣的朋友 我是Jaco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